因為政府的一個美意 然後來這邊安置這個原住民的一個聚落 可是結果卻因為這樣子 而破壞了這一個更 更一個 也是非常好的一個保障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當然會增加一些 他原來比較低 其實以前都是淹水 西紅 西紅 這個七塊 如果把所有的責任 就就歸給說是永久屋 壓力也太大 壓力也太大了 已經發包完成的八八災區 屏東泰武部落居民的烏拉魯茲永久屋排水工程系統 整個工程路線 經過萬磷山的嘉平溪支流 也是五溝排水支線 預定改善的工程範圍 但是莫拉克重建委員會 也提醒這塊湿地以往 都是嚴重洪水氾濫的區域 現在工程的規劃將有助於排水 在地的環保團體 工程如果進行 將會嚴重影響湿地的生態 五溝水它本身的湧泉量非常的大 那它就會造成整個水回溯上去 然後造成整個五溝社區的淹水的問題 就會很嚴重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對整個生態的衝擊也非常的大 因為它的整個水流量那麼快速的下來 再加上它的工程的一個失作 會造成環境的衝擊 眼前所見的五溝水湧泉市地 每到汛期一來就會氾濫 周遭農民更是擔憂再不改善 農地可能漸漸就會流失 也贊成排水系統改善工程的進行 反對和贊成的聲浪不斷 在各持己見的情況下 重建會表示將會協同各部門 召開會議再協調 烏拉安魯汁永久屋興建完工快要一年的時間 雨季來臨前排水工程系統是否可以完工 在地方環保團體與居民反對和贊成的聲音彼此角力 到目前都無法達成共識 不過 莫拉克重建委員會表示希望 最慢能夠在雨季前完工 才能改善永久屋排水問題和萬輪鄉 五溝水地區的淹水問題 記者RI歌省屏東萬輪採訪報導